电子经济运动是在虚拟环境与统一的竞赛规则中进行的对抗性意志类运动 具有高度的技巧性、规律性与可精确比较特点 它可以锻炼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协调能力、团队精神和毅力 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电子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整个信息产业、游戏产业和体育产业的共融发展 因此 电子竞技产生了众多耳熟能详的赛事品牌 从2000年开始 韩国WCG效仿奥运会模式突出国家的荣誉 被称为电子竞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3年之后 WCG开始慢慢淡出历史舞台 而北美电子竞技界的MLG则从2003年开始举办至今 它是享有巨大声望的顶级赛会制电子竞技公开赛 追溯到1998年 前升为欧洲传统电子竞技赛事 Land Arena的ESWC 曾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电子竞技赛事之一 这项赛事促进了中法游戏业界交流和外交关系发展 一直延续至今 所谓电竞精神就是超越游戏 超越竞技 超越自我 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旨在 一 发扬超越游戏 超越竞技 超越自我的电子竞技精神 二 推广电子竞技运动 提倡科技 人文 环保理念 倡导健康电竞 反对暴力 三 提升电子竞技运动高度 推动电子竞技运动的奥林匹克专业化转型 四 促进互联网时代国际间青少年的精神文化交流 提升电子竞技运动影响力 五 交流信息科技最新成果 促进人类信息时代的治理对抗与团结协作 六 推动文化 体育 科技 娱乐 教育的共荣发展 培养电竞领域高素质复合人才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本届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的具体内容 2016年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 中国区预选赛将于4月至8月举行 海外赛区预选赛将于6月至9月举行 全球赛区预选赛决赛将于9月举行 最盛大的全球总决赛将于12月落户中国 同时本届赛事举办期间也将开始接受总决赛申办申请 本届运动会首逼参赛项目将涵盖目前世界上众多热门电竞项目 DOT2 反恐精英 全球攻势 星际争霸2 虚空之一 炉石传说 更多的项目将陆续加入 在预选赛区的设置上 本届运动会将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地区 全球的电子竞技爱好者都可通过国籍所属国家报名参加预选赛 最终代表国家出战最后的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总决赛 在4月间要举行的中国预选赛城市包含 上海 杭州 合肥 福州 成都 武汉 长沙 西安 北京 沈阳 青岛 哈尔滨 广州 昆宁 南宁 本届运动会全球总奖金将超过550万美元 各个项目总决赛奖持也尤为丰厚 DOTA2 150万美元 翻口精英全球公式150万美元 星际争霸2 40万美元 炉石传说 30万美元 主办方阿里体育将投入总额超过1亿元 打造世界第一电子竞技运动会 同时也将成为世界上单项奖金最高的赛会制运动会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将在举办前 颁布一系列除基本项目规则外 更为特殊的管理规定 运动员年龄与国籍认定 反兴奋纪条例 道德礼仪标准 处罚诉讼条例等 以保证每位运动员应有的权利 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 弘扬体育精神 增进世界电子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